好,我们上回讲到我们这个主力师啊 皇家敬畏师团已经成功夺下釜山了 自此这个日军有效的与这个大陆联通的港口都被我们断绝了 他这个大连港口呢 是我留下来坑杀日军用的 所以这个港口先不夺 而我们目前呢 就是要把这个南北朝鲜的这个空域啊 给他拿下 就是朝鲜这边空域要拿下 贝埃只要他有部队在这 他就会一直轰炸这片区域 所以我们得把这片区域的敌人给肃清了 这样的话 AI就不会在这片区域放飞机了 我们就能够进行空投了 然后我们目前这个散兵正在研究啊 要研究133天 因为我之前没有料到我能打这么快 所以我没有那么着急去做散兵 但是这个日军 他这个目前部队还有很多啊 我们肯定不能一瞬间给他拿下的 所以我们现在先慢慢坑杀削弱这个日军的这个兵力 然后再进行一个跳伞 我们现在这个国策已经点军权神圣快点完了 我们接下来点重建帝国再点这个要求福庸 然后我们同时可以对这个葡萄牙啊 进行一个正当化 因为他这个拿的是我们的核心领土 好 我们现在让我们这个敬畏试团啊 开始启动 把周围这一边的日军 包围圈中的日军一个个消灭 而 scriptures 啊 啊 是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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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现在是这个1938年6月14号 经过我们两三个月的清脚 日军已经没有部队了 他们只剩下一到两 掉了几个步兵师了 但是我们现在散民没有好 我们只能等 这个没有办法 再等个69天 差点忘了一件事了 我们之前和这个德国意大利改善关系的 主要是为了吃他的枪 我们这边强行刷一票部队 出来偷他的枪用 他肯定会给 8.98k来用 2700把98k还是挺赚的 这边我们独立战争开始之后 这个所有重新 这个条约要重新再签一遍 我之前是等他签过 这个互不侵犯和这个军充 所以 我现在这个关系不行 我们再去坑这个意大利一笔 直接把这个部队数量给刷上来 然后 压力要东西 他连炮都能给我吗 可以看到这个意大利给我们 一万把这个卡尔卡诺和这个117门炮 这个墨桶林还是挺有钱的 一要就能要了这么多 好了终于在这个1938年8月22号 我们把这个伞兵研究好了 我们随便找几个试出来变一下就行 这个伞兵我们也可以不用他这个给的三音编制 用这个 用这种什么一音编 但是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我们赶紧变成这个伞兵 过来准备跳伞 这个运输机也正好造了一辆 我们这个可以取消掉了 不需要再造 我们现在把这个伞兵准备跳上去 我们目前只有5艘运输船 所以我们这个很多部队可能会上不去 看一下我们这个高级部队 他这个运转重量是10.6 我们肯定是运不上去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伞兵给跳过去 但是目前不着急 得先把这个日军的部队给勾引出来 所以我们把这块地给他放出来 让日军的部队全过来 我们不能让他全呆在家里面 不然我们没办法去包他的手足 可以看一下我们老金位的运载容量是4.6 也就是我们老金位是可以上岸的 现在我们把这个伞兵给他任务安排一下 我们直接跳这个大满就行 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夺东京 去把东京给围住 好 我们这边为了让这个敌军马 所有剩余的吃都派过来 我们把这个部队往后都撤一点 让他觉得这边没有威胁 希望能多过来一点 但是好像掉回去了 我们现在看了这个地图 把阵营打开 这边可以看到统一战线 我们这两个小弟 已经不属于统一战线了 我们可以直接 拉他们来打校长 但是我们现在要对这个葡萄牙 先做一个宣称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核心领土 我们是一定要收回的 好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准备跳伞了 我们这边把这个 鞭槽先点上 没什么好研究的现在 然后这个运输机不用再 到 随便造点吧 然后把我们这个假意生产的部队给他取消掉 这边国色点这个科研槽 目前没有钢 然后我们这个目前是跳不出去的 因为我们这个运输机 他这个 任务效率不高 我们得让他切换一块 这个任务效率高的底 然后让他自己反射过去 然后不停的切换就可以跳了 这样子我们这个部队就跳过去 我们还还可以继续的跳 我们现在主要是先把这个部队先运过去 其实我们只要抢到一个机场之后 就可以进行这个不停的跳伞 但是没有必要 我们目的主要是把这个东京给抢下来 然后这边牵制一下他这个岸上的部队 防止他回着去 不能让他回去 目前我们只有5条运出船 所以这个明显是运人运的非常慢 我们这边可以把这个占领地区点一个 这个科克配额 让我们能拿到25%的当地工业值 这样我们只能 混到一个这个船厂了马上就 然后我们上岸之后部队也可以自己直接变身 直接给他变成这种 这种部队 把速度开慢一点 有点操作不过来 这边混到船长之后 我们立刻开始造船了 然后找这个苏联人买铁 至今还是有找量部队在家里面留守的 而且他这个看到我们上岸之后 立刻刷了一大波部队数了 这边我把这个大连踩了之后校长就和日本无条件和平了 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进来和我们一起分赃了 我们继续去抢地块这样的我们能分到更多的工厂 这边部队都给他变成这个 气泡炮 这边牵制一下 这边牵制一下 不要让他往这个方向去 我们这边肯定点这个 不会彻底罢休啊 不然我们啥都破不得 这边还是以包东京为主 继续牵制啊 我们实在不一定直接上一个将给他开个死战不退 开个强制进攻 比如这边上个将给他开个强制进攻好了 把这个将的部队直接全分出来 然后这个换进去 开个强攻强行拖他7天 现在看上的是没有没能包成功啊 他这个部队已经在这边站住了 而且这个日本突然刷了一大波部队出来 直接就给我们把这个堵堵死了 我们现在先回防 然后继续运部队过 然后这个葡萄牙就直接加入这个大东亚供供供供圈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让这个桂系直接帮我们踩一下这个澳门就行了 他自己会去踩 然后这个AI的部队他总是就是站站不住我 他总是莫名其妙就走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去包东京了 AI他部队都是划线的 所以他这个部队刚刚站在港口 说不定他下一秒就划线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现在只要其他位置给这个日军拖延时间就行 然后我们这块速度去包这个东京 东京就这一格高亮的这个区域 我们只要把这个东京中间这块不踩就行了 好 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个日本的首都给围住了 这样子我们看一下这个补给他这个周围就没什么补给的 不过他现在没什么部队 所以他这个补给还是很可观的 因为他们就一两个师 所以光靠当地的补给就够活了 我没办法 我们还是继续用这些刚就是登上来的一部师 给他换装成这个老金位 不然的话 没办法打得过他边这边的部队 这边又被包了一个我看看能不能救一下 可能是这边我们被包了 所以AI把这边的部队给调走了 因为AI他特别喜欢吃这个被包围的部队 所以他有的时候就会因为一个小包围 就把自己其他战线的部队给拉走 还有部队可以来登陆我我们让出这个釜山港口我们不守 还有部队可以来登陆我我们让出这个釜山港口我们不守 让他上来一定要让他上来不然的话他这些部队会回去继续进行防守 对我们来说反而不好 然后这边他又在东京刷了7个师出来非常恐怖 赶紧拿部队过去牵制一下 这个日军还是这种天里散花的登陆方法 我是没想到的 我们直接 直接给他进行一个围剿 让我们这个帝国卫队 这边还是挡不住啊我们部队实在太拉了 但是不能让他踩到和这个外界接壤的这一块 不然我们就为首都的计划就失败了 跑现在就可以了 长期把他拦在这个首都之内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不用再进攻了 让我们这些部队把他强行圈在这个东京 但他这个明显好像是打得过我们的 我们再拍一些部队过来的协防 这样每次在临死之前的暴兵能力就会突然俱增 弄得我们基本上没法打 还要打的不是那种加5的日本 加5的日本瞬间刷20多个师出来我都见过 他这个是冰箱里面藏的冰啊 这边部队都溜了 不知道去哪了 应该是都到釜山这边来了 我们强行打压釜山 还是能用的人太少了 我们这支部队 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分出部队去帮助青森这边的 而且这个上岸的船上岸的部队好像都被打了不少阻止 可是被被截传了 我就直接把我的运输盘全给截了 这个日本舰队终于启动了 我现在更难运部队过来 我现在运不了部队的影 直接5艘运输盘全成了 还有4艘再占用 有宗俩的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边虽然我们包围东京的计划最后因为我们部队装备太烂还是失败了 但是我们现在终于把运输船给存出来了 还是看样子我们占领柯克配额的计划是挺好 让我们偷到了日军的船场还是把运输船造出来 现在赶紧把主力师给拍 没有主力师我们是根本没法打 我们这边把这个部队去拉过去守一下这个东京弯 然后我们这边只剩下一个东京没打了 这时候这个日本也差不多快结束 哎呀还把他的部队给移出东京了我是没想到的 那我们这时候强攻东京呀 不过我们这部队还是太拉了还打不动东京 强攻应该是有机会的既然还在登陆 还在登陆那让他登上来让他登上来 全给一个人操控然后点个强攻 抢一下时间必须得快了 万一他这三个是回防我们就又难打 他这个随便他登啊 他上来的越多越好 好这样我们就拿下东京了 好这样日本就投降了 还是打起来非常麻烦的 而且郑银沙就葡萄牙也跟着一起投降 非常真实 然后我们为了吃这个日本的船 我不能把这个不能把日本全吞了 我们得给他放一块傀儡出来 我们就挑这几块地步 把它傀儡一下 这样子就够了 然后这边其他地区都直接吃全吃 这个安格拉和莫桑比克 我不知道有没有必要 我们去看一下 这边没什么资源 我们还是直接全吃吧 我们不缺这点控制殖民地的人力 这边全吃 不过目前这个分数不够了 我们先吃一轮 然后再全吃 好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我们这个初期的扩张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还有20天就正当化好 对这个西班牙作战了 所以我们赶紧把所有部队全拉过去 我们现在这个运输船也有 所以不缺这点部队 直接全拉过去 把这些金瑞斯 一票金瑞斯全拉过去 然后下一集呢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打西班牙之后 看看能不能打一下这个法国 因为我们正当化 他的话也只要几十天就够了 因为我们只要收复核心领土了 只要80天就是正当化完 这个西班牙都在正当法国 这样我们有可能 能做到在这个二战开始前把法国灭掉 因为我们这个部队已经够精锐了 我们这个部队应该能平推到这个巴黎去 然后再想个办法跳伞一下英国吧 according to the other 操优